有风剧场 还要从昨天说起 真是个下景配子 我看了新闻才知道 白家大张起舞原来是要迎接你这个贱人 你贪了我们压子的资 现在又要继承白事 我让你每月给我打款 你打了没有 你敢不给我打口 白家特意举行政新仪式 海州各大媒体怎么说 看来 驴记永远不会错过好门八卦 您不必在意 驴记新闻而已 我会去发通稿的 咱们只要照顾好媒体情绪就好了 以及 以及 以及宋氏集团的宋少爷也会出席 夏小姐 外界都说你根本不想回来认情是真的吗 夏小姐 外界都说你根本不想回来认情是真的吗 夏小姐 您自私回来是另有所图吗 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装什么情告呢 谁不知道夏夫人是被他逼疯的 对啊 忘恩负义 白高彩币 你们记者说话这么没底线 无法被起诉 宋少爷 可即便是你也要拿证据说话 这就是证据 你们实习的吧 不知道我宋氏 在你们各大报社都有股份 抱歉 宋少爷 我们立马跟夏小姐道歉 我说了 我的事你别管 哎呀 吓一下 我不是马宝兰 那件事 你确实都有误会了 没什么误会 别再让我接到你 哎 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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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在车上 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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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我就说您应该早早睡 您只要有 真是个夏姐配偶 我看了新闻才知道 白家大张奇武 到底怎么回事 那都刚刚发生的不是吗 今天新闻 干个事 夏家养女变白家生女 火缩任亲 当两家家主 你怎么知道的 宋和是不是也来了 这您都预判到了 小小姐 大姐都说 你那么不想回来 现在其实是真的吗 对不起 夏小姐 夏小姐 请你回来 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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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都说 您根本不想回来认清 是真的吗 夏小姐 如今都说您回来 力有所足 您能回一下 夏小姐 夏小姐 我说你们记者说话在哪 你是不是要用这个录音笔 录所有记者说的话 你怎么知道 是他 是他 他杀了我 抓住他 是他 他杀了我 抓住他 你走 是他 哎呀 是哎呀 排少爷 这大水 冲到龙王庙了 你说他是谁 排少爷 可他要杀我 夏阳 早就听说你是个蛇蝎女人 你我无缘无仇 第一次见面 你至于这样羞辱我吗 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 不然 白老爷从来了 我绕你哭 呦 这不是宋公子吗 好像你是被夏阳给甩了吧 孩子的使劲舔他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戴这个面具 你坐在心虚 戴面具都是爷爷的安排 为了让大家青天的注意 都放到你的身上 懂吗 夏小姐 您真的误会了 可这跟我梦境中看到的杀手 是一样的面具啊 夏小 真开眼犹豫的痴痴 该不该挽留 让你陪在身边 来时路的终点 适合你一遇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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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也满过时间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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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却只空时间 依旧地倔强的想念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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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宋和 你这个傻子居然给我挡枪 那件事 你确实都有误会了 没什么误会的 我 我要 尝尝 我 什么 只有 是 我的 前面掉头 我去白石集团了 不去了 咱们不是跟白老爷子都说好了吗 要 别说了 赶紧走 夏总 这可不行 你父亲教的够我 今天务必要把你看好了 不行 不能让宋和他在这儿 杀手再来就是孩子会没命的 你来做什么 我是不是说过 我不想再见到你 行了你给我说 妈跑男 我说的话你听不清楚吗 不是 下来 滚 你已经骗过我一次了 还想听你第二次 你是不是非想把我给气哭 你才你才做 是不是 你才不走的话就会没命 走 你先听我说 上来 你先听我说 我不能走 这里有人要你的命 不是来带你走的 这里有人要你的命 不是来带你走的 是我没办法 我知道 我说这些你都不会相信 对不起 你也重生了 夏总 宋少爷 你们俩和好了 谁跟他复合了 没 没 没和好 只是 我挥回他 再多了一点点机会而已 所以 你也轮回来 现在可来好像是这个意思 那你不走 你不走 我怎么走啊 你以为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啊 但是 外面那么多人 我怎么走 老天爷呀 平民是没用的亲爱用 老天爷呀 你终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 我一定好好保护夏阳 这个面具男为什么杀我们呀 哎呀 现在只有我能保护你了 你让我想想 想想啊 哎呀 这个老样子 哎呀 就你保护我 天哪 关键时刻掉脸子 只会相信你妈 和好了也不至于在一起装震汗吧 你闭嘴 OK 我不打扰你们了 那现在最关键 是不是找手修手 刚才那个敲手 你怎冲着你来的 你是不是惹到什么人了 真是个下奸配子 我让你们月给我打款 你打了没有 你敢不给我打款 你看我不找人弄死你 白家大张旗鼓 原来是要迎接你这个倩人 那难道是他 你贪了我们夏家公司 现在又要继承 嗯 没错 我杨母为了情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我带给我也方 一一 先不打扫其事 别人在明 我们在暗 我们重生的事 也别让别人知道 以前 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查 谁跟你说我们呀 哎呀 你难道不知道 一个合格的前任 要被死了一样 怎么样 什么情况 白家那边 限我十分钟把您带上去 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夏末 说小马 确实需要你的人头一游 我 完了完了 到哪啊 干嘛 你给我 血 你给我 杨母精神有问题 他当时怎么令杨母人 错了 顺序错了 顺序错了 我杨母是在收养我后 精神不好的 你个兔崽子你往哪跑来给我站住 啊 让你给我洗个瓶子你给我弄碎了 你说是不是故意的 那你什么大学时候没跟我提起过啊 那时候我觉得是我不好惹他生气了 所以我就没跟你讲呗 我不是怕你觉得我小肚鸡肠 都懂得感恩吗 你咋不说什么呀 你是我坚固最好最善良的女孩 我发誓 我这辈子 只保护你 爱护你 如果要出意外 也是我在你前面 什么 没有闭合 夏妖 你就原谅我吧 你看我都为你死了这么多回 不住井锅的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但够心心了 谁 谁 谁打我 你再装 你继续装 早洗了还能装 我 我没有轮回来 这个凶手 应该就在树林里开了枪 这枪手怎么每次 这么精准获取我们的位置 我也纳闷了 莫非是杨姆说的话应验了 猜到我们在这 枪手枪法如其精准 我们不能当靶子 得换个方式进去 换个方式 干吗呀 阿姨进这的 你这就不太懂了吧 狙击手刚刚没有拘进我们 万一他在楼外呢 我们要躲开狙击手的拘点 他都这样了 真的能干出那样的什么 杨阳 妈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就是为了让你来 求妈妈来救救我 帮我救救你 你想说什么 是你爸 他在外面找了小三 他想让我死 我不能死 救救我 我为什么要救你 你忘了你之前怎么对我的 杨阳 妈妈 知道以前我对你不合 但是我 是我把你做孤儿园的药出来的 你也得在服务泥场的风儿上 最后再帮你一次 谢谢 你确定吗 万一他 你看他这个样子 你不像是能拍着杀我 杨阳 谢谢 好 你 杨阳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为什么 他傻子 你又有挡到 你没事就好 他 真的是背后那个人吗 我不认为是他 他都这样了 还怎么找杀众 我还是什么 杨阳 你别得意我告诉你 我 死我能能玩弄你一次还能玩弄你 你爹 你知道我一套八位的 哈哈哈 杨阳这孩子呀 从小就想做小活上不了谈认 这叫算 你说他现在居然敢爬龙覆凤了 他想跟您家公子谈恋爱 杨阳出小就不知 你下家 好喝 吃好喝 杨阳这么一个白眼狼 说到底呀 是我家教无方 要不是你下一个说 我还不知道才能这么一个东西 你赶紧跟我分手 我会跟他分手 那时候你确定你妈的话 所以我们分了 那时候你确定你妈的话 所以我们分了 为了我 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爱说为了我好 我杨阳也这么说的 但我这么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未来 能够坚定不易地在一起 你跟赵琴订婚 也是为我好 那都是我妈自作主张 这也是我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 刚才故事没注意那的 你自己看吧 赵琴是你的未婚妻 为什么在名单上 夏总 您这样不计后果 夏董非得扒了我的皮呀 放心 在他动手之前呢 我会让他手下留情的 先不回去了 去宋家 宋家 宋家 夏总 我真得提醒你 夏董那边我可以去选择 但是白家大长旗鼓的搞认亲 您却一声不吭地跑了 白老爷很生气呀 请点安抚一下 我怎么安抚啊 白老爷震怒啊 您今天必须跟我去白家 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你是我助理还是你是白老爷助理啊 我回去我才死定了呢 哎 我先撞起来好吗 你知道我家我妈擦手太多了 你受信任的啊 我受了多少遍了 我现在喝的水只能是西风热的 你装的五分温的 让我怎么后得下去啊 再说一遍 葡萄必须扒皮 看是你的爪子 别跟我这样的肉伤 看看看看看什么看 我正问你家少爷去哪了 你问撒不知 要你有什么用啊 如今宋少不在 那你就敢随便敷衍我吗 就连我想吃个葡萄都不敢 我妈又不在你就别装了 这不是白家白大小姐吗 昨天白家弄得满尘皆知 怎么这大小姐不在白家 在宋家呀 哦 我知道了 老同学来给宋和随份子 那感极好呀 之前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宋和就跟我说过 你这人心还挺软的 只是只不过什么 只是你这心再软 也没有我的腰只软 我什么时候碰过你了 明明是你拿着你们家的股份 来谈我妈 你赶紧给我过 走 他谁敢让我未来的儿媳妇 他肚子里我亲孙子滚 伯母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肚子里都已经坏了松石骨肉 结果刚刚 夏阳 他叫我亲里面打掉 赵琴你害不害臊啊 伯母 松河肯定是被夏阳捕获了 我看 我还是去把孩子打掉好了 好儿媳 你安心养胎 夏阳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我告诉你 这辈子你都别借我们宋家门衣物 我不是来跟你抢男人的 我就是想过来问清楚一件事情 赵琴 赵琴 你为什么跟我的杨母谋害我 夏阳你那么疼我吗 我只是觉得夏阳很可怜 偶尔去探望一下他 我劝劝他 让他劝你不要是材质综合了 别装了 你跟我杨母什么姨母啊 为什么杀我 我肚子疼 我要去医院 你脏什么呀 我的宝贝孙子 妈 你相信个外人 你不相信你儿子啊 赵琴他一个弱女子 他怎么敢拿青梅子 身来看玩笑 夏阳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要是我们圣家的宝贝孙子 有个山上拿卵 要你的命 赵琴 我再问你一遍 你究竟有没有怀孕 当然 我是怀孕了 宋和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再说好的话 不光是你 还有你身后的赵家 都为此 来 伯母 我是真的怀孕了 宋和他被夏阳蛊惑惑了 连肚子你的亲生孩子都不认了 你亲孩子不认了 你想气死我吗你 不是 我说你眼睛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光打来不下雨啊 你和我杨母谋害我这事 你不承认没关系 我去请警察来 夏阳 你赶紧给我滚出宋家 爸 我先拿到证据了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看 伯母 我真的怀孕了 他诬陷我 赵琴 这是什么回事 伯母你相信我 我真的怀了宋家的骨肉 赵琴 你为了接近我 真的什么手都能使出来啊 枉费之前我这么信任你 你居然敢欺骗我 你们毁了我队来 我也无论你们好过 你们毁了我队来 我也无论你们好过 走开 夏阳 你敢勾引我看上了男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活干嘛 要干嘛 你们干嘛 赵琴 你太过分了 把你衣服扒了 看你怎么会 别吐啊 好气 你太过分了 没有 别担心 等我来 好 这些照片 我会找律师来处理 这个照片我可是备份了的 小心我发出去 到时候我让所有人的看看 夏阳他究竟有多么淫荡 我相信呀 你的下场肯定比我的更凄惨 你是说这个 我之前没有拒绝你 就是为了拿到证据 现在 你的威胁没有任何意义 夏阳 我跟你冰了 你个贱人 夏阳 对不起 之前 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从今晚后 我一定 是死守护你 夏阳 那我们说好了 只有我能保护你 嗯 我相信你 就算 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我只希望 我知道了 你害我 对不起啊 索华 找情的事 错怪你了 哟 夏大小姐还跟我道歉啊 不是你风格 嗯 怎么 你想跟我说的 不止这些吧 赵琴 其实我俩分手之后 赵琴想尽把法律接近我 那我正好将解就去 那只是为了拿到你的照片 所以我想啊 杀手应该不是他找的 不是他了 那会是什么呀 果然 对 之前我要下磨调查面积人的名单 名单上 就跟你熟悉的名字了 啊 马学耀 是他 是他 怎么可能 是他 怎么可能 小杨 死都是我的人 休想当时我的手中心 孙少爷 你让我查的我都已经查到 这个马雪阳啊 曾经是夏总资助的一个学生 如今在白市集合工作 这几年 他一直在跟踪夏总 不是他呢 之前有人跟我说起他 但是我没有在意 因为我觉得他本性不坏 那可说不准 只能口面不知心嘛 如果不是赵琴的话 马雪阳的悬疑 确实比较大 你走吧 不行 夏总你来的我走 啊 你确定 你要开车线出处找人 啊 那先换紧衣服再去吧 啊 去换紧 还留的这些啊 啊 啊 小阳 你没事吧 啊没事 要不 我进去帮你啊 不要不要 没事 没什么事呢 只能爱你 哦哦 哎 你没事吧 疼不疼啊 要不我帮你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你 还留着这些啊 他是因为 是我你的回忆吗 我死别的 要是你打我 你的消息了吗 你去打我 算了算了算了 我日后再跟你算账 我先去 拿马雪阳了 哎起开 动脑 是 嗯 下阳 什么情况啊 这人 一直在暗中观察我 还有很多网上的照片 这人太变态了 找到凶手了 找出现场 稍微面解决的资料 找不出来 明天别乱上班了 终于这下大白了 啊 啊 放心吧 嗯 一切都会结束的 喂 少爷 我们搜遍了那个地方 但是没有找到那个人啊 没找到 他是巴士的员工 应该在附近不远处 小心 小心 是你 是你这个混蛋抢走了我的下牙 你先冷静 把头放下 我慢慢说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那么多年 那么努力都达不到你想做的样子 为什么你还要选的人是你 不是我 你冷静 把刀放下 我们好商量 啊 是 啊 放下 对 你能不能先把刀 放下 夏阳 你说 是不是因为他的钱 才跟他在一起的 你其实是爱我对不对 啊 我不是 我我跟他 不是你想的有关系 不是 是这样 那个 你你先冷静一下 有什么事 怎么 好好地谈谈好不好 谈谈 我喜欢你那么多年 我今天 我今天去现场就是为了跟你表白的 以前我知道我没有机会 所以我不想打扰你 但是你们现在分手了 我以为我有机会了 但是你为什么要成绩啊啊 啊 我知道 这是你对夏阳的感情 但 这不是解决的办法 啊 把刀放下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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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下地狱吧 啊 啊 啊 不能过来 你别伤害他 你会想过我的命吗 我给他换 不过去 你放他走 你疯了 什么 八学阳 你听我说 你现在是在犯罪 这样 你把刀先放下 然后呢 我保证 会帮你的 我们可以再重新开始 还能继续做朋友 好不好 对 把刀放走 我知道我对不起夏阳 她曾经帮助过我 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冷静一点 我要因为 一时的工作 后一辈子 把刀放下 放下 别再说了 我不想再烦你了 你干吗去 生命只有一次 想想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你忍心离开吗 可是我不想再活在 你的意义之下了 我不能再被你们折磨了 八学阳 你太自私了 有多少人 渴望着生命 你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你是不是答应过我的 我那时候自助你的手 你怎么说的 你说要做社会有用的人 你保证过的 你做到了吗 给我 拿着 谢谢你夏阳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该让我失望 这太乱了 对不起夏阳 对不起 我真的很没用 对不起 对不起 达达 你刚刚说的 不想再被你们折磨了 什么意思啊 其实 其实后来我也没有再观察你了 但是这几年老有人给我一直寄你的照片 一开始我是想扔掉的 但是后来我怀疑是你 是你派人给我寄过来的 故意用这种欲情故纵的把戏 你是说有人在帮你监视我 是的 我把那些扔掉的照片又剪了回来 贴在墙上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忍不住 关注你所有的一切 昨天有人打电话过来跟我说 认清现场 是我跟你求婚的最好的时机 所以 所以我就去买了戒指 故意 混入了面具表演对 你说人给你打电话 那个人是男还是女的 是女的 当年你资助她的事 还有第三个人知道吗 没别人了呀 好像有一个人 谁 我以前要闺蜜 刘美丽 那不可能啊 不可能是她 就凭你这种货色 也配当天天大小姐吗 那天打电话给我的 就是她的生意 刘美丽 没让她过了这么久 你还是传入我的生活 怎么跟她成事关系了 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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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哎呀 干什么 美丽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做第三者 你是我爸 你是我妈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以为是愿你看见你在我面前合送和救恩爱吗 说什么 向你给的地址正不正确啊 刘美丽会不会不承认啊 她不承认的事情多了去了 私下勾搭你 不也没承认吗 夏洋 每次给你补习你都迟到 我告诉你就是我 是你啊 怎么 看到是我你不高兴啊 每天都绑着给夏洋补习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要不哪天也给我补一补 去我家补吧 你神经病 你 所以她当年被学校开除真的因为当小萨儿 是啊 我还被冤枉了 刘美丽 刘美丽 您找刘美丽啊 你要有什么急事的话跟我讲吧 把我当她也可以 就是你 画家别人家庭还当个没事人一样是吧 我 原来如此 我说当年怎么传出你当小萨儿传闻 算了 她那会儿都被学校开除了 那你俩闹白之后也没有留联系方式 刘美丽 你就这么走的话 学历就没了 你别听那个男人的鬼话 什么养你一辈子啊 夏洋 我最后警告你一遍 别再在我面前装什么白莲花了 你一有你养父母养你一辈子 我为什么不能找我干爹养我一辈子啊 就看不了我有个好归宿是不是 这算什么好归宿 人家有老婆的啊 你觉得我斗不过他大老婆是吗 好好好 我当年说他勾引我 你还说不可能 那你当年怎么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 你不是这样的人 松和 夏洋 你们俩怎么来了 老同学学学舅 不欢迎啊 咱们一别多年的 你们俩怎么想得上我这儿酗酒了呀 不是最看不起我这个跑腿的吗 美丽 这说话别那么难听嘛 对吧 去年生日我不也邀请你了吗 你看你咋做的 哎你这说话能不能讲讲理啊 夏洋当年怎么对你的心智肚明啊 来我来问你 夏洋当年自录那个学生马雪洋 她是怎么的 有夏洋的照片 还有 她是怎么知道 夏洋的真情意识吧 哟 我就说你们二位 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合着上我这儿兴师问罪来了 马雪洋 她就是找我跟我说 特别喜欢夏洋 想多了解了解她 谁知道她当时 有那么大的影迹 哟 我们好像没有提到过 她有什么过急反应吧 姐 冬条街受的钱比较近 我还以为她靠自己发家致风呢 结果可能 干得不着什么送你天来的事 嗯 今天正好我干净晚上 没有事 你们要不要留下吃个便饭 咱们出去就 好啊 来吧老同学 该怎么套他的话呢 说说吧 你们俩找我来到底想问什么 哎我听说 夏洋你从白氏的任亲切上 逃走了 看来你随随随地地帮着夏洋啊 你现在和赵大小姐在一起啊 有很多人呢 都想方设法地摊上你们两个了 但是 都没有得逞 这人呀要懂得及时行乐 毕竟啊 谁也不知道谁先走 对不对 我想听这个说法啊 嗯 那个我和苏和马上都要结婚了 那时候邀请你来 好啊 到时候啊 我得给你们俩送会儿大礼呢 嗯 这个酒 嗯 当年我过生日你送我那瓶酒啊 今天咱们人齐把它干了 哎 哎 少喝酒啊 我就不用了啊 我还是喜欢喝着啤酒 你们俩随啊 凌美丽 你能不能别这么酸啊 哎 我就是嫉妒夏洋 怎么了 贪心不足 欲喝难甜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别把话说太满了啊 万一你哪天喜欢我这款了 现在回来找我啊 哎 这怎么了 夏洋 夏洋 你别吓我 夏洋 你别吓我 不会啊 为什么会这时候罗魁 不 不应该被夏洋 你说什么呢 哎 你说 夏小姐真是北纳闺蜜太小了 我怎么听说那酒 其实是夏小姐送给她闺蜜的 难道是想毒杀闺蜜 结果自食恶果了 这听起来太讽刺了 热色头条啊 哎哎 稍微隆进一遍 刘美丽小姐 据说你已经洗脱了毒杀白十千斤的嫌疑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早就说过了人不是我杀的 而且现在警方已经帮我洗清嫌疑了 可是宋和先生一直公开在外宣称 是你杀了夏洋小姐 我确实和夏洋有点矛盾 哎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毕竟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嘛 刚刚宋和把我说成是杀人凶手 他心里能好受一点的话 我也无效地说 但是我要澄清的是 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那瓶酒是夏洋给我的 你的意思是 宋和也有可能是杀人凶手了 我可没这么说啊 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杀害小姐的凶臣 现在也不够冰箱了 春流美丽 还有别人 赵燕 咱们先别自乱阵劫 摆密一书 我相信他一定会有P2的 是不是我重生了 就该穿越回去 是我走了 你还来我这干嘛 夏洋 在你这儿走的 我想进去看看 你还在怀疑夏洋是我杀了是吗 他人都已经走了 说这些没有 接着 看完了吗 看完还不走 杨树瑜的照片呢 怎么不见了 你调查我 夏洋说 你一直都很讨厌杨树瑜 更不喜欢 她那副 苍老干瘪的身体 对吗 怎么 现在夏洋不在了 开始关心我这个曾经被你厌弃的女人了 不过 你要是能让我坐一坐 宋氏未来女主人的位置 我可以考虑考虑 现在夏洋不在了 你身边需要一个聪明的女人 而不是赵晴那种蠢货 宋氏呢 也需要一个能够打理生意的女人 而不是一个花瓶 你是因为要说人开破产了 你想找我夏洋吗 随便你怎么理解吧 你也信足够的 宋氏家你主要的位置 你能受吗 当然了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宋氏家确实需要一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现在 记者都说我就是害此夏洋的凶手 所以呢 你也不希望未来送了集团的老总 就是杀人充手的 这话告诉你 就是我 我想你真是一小片开朗 刚才我们的谈话 我已经全部落下来了 宋氏理 我当初就应该让你跟夏洋一起 把那瓶酒喝了毒死你 真的是你 走行 你别吓我了 不会啊 为什么会这时候能会 是不是我重生了 我就可以穿越回去 你 啊 啊 风吻吧你你疯了 别在闯了我不想再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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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再烦你了 小杨 你真活过来了 啊 你真活过来了 我不是一直活得好好的吗 哎呀你别打断我啊 你刚刚说你不想被折磨了 什么意思啊 啊我知道啊 是刘美丽 美丽 对 宋和你从刚刚开始就奇奇怪怪的 你先不管了 你把你跟刘美丽聊天记录给我 你凭你这种货色 你赔上最大的了解吗 是不是这个声音 她是会给你打电话吧 啊 是的 就是那 所以你是说 下一个循环 我死了 你没有进入循环 那上个循环中 你是怎么知道正强的 你勾引我闺蜜啊 绝对没有 我是那样的人吗 刚刚不是还说为了我 欣赏刘美丽吗 放心吧 我压根没吃醋 我已经确定了 刘美丽就是魔后真雄 马选阳不过是个幌子 你死前喝的那个红酒 也被刘美丽动过手脚了 组合 看不出啊 你一个人 居然能搞定这么多 哎 别给你点言词就开始了 夏总快到刘美丽家了 今天车内围剿要事 待会儿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怎么了 夏阳 你们怎么来了 哎 好久不见 刘美丽 我们这次来呢 是想跟你谈一批 稳着不飞的声音 哎 来来来来 进 进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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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 见面就聊声音啊 那你是知道的 所以杨阳呢 是白氏的孙女 加上我的宋氏 自然而然对那些地痞比 比较敏感 所以我打算 一起做高一代的满路 这对于你来说 是个好机会啊 我自然知道啊 但是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你现在干的不就这个吗 我们都是明白人 你们说吧 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这剧情的发展 比我看短剧还快 很简单 我想你 替夏阳去澄清 当年大学时期那些谣言 替夏阳澄清谣言 为什么要找我呀 那这是咱们就能挑名了吧 谣言不离散播的 马雪阳你知道我 你该不会以为 他不会电话录音吧 此时此刻 你的声音就清晰无比的 躺在我的幽门里 那夏阳澄清以前的事情 何必都宣传 还谈什么声 嗯 这合作之前啊 不都得先话题为友吗 当然 如果合作的话 我会给你一千万 作为保证金 你这不是你的一千万 你快给我呢 呀你别着急 这钱有没有用 你们真愿意给我一千万 当然 毕竟我妈相信了些谣言 如果你能重庆的话 这一千万和这个合作 我花得值了 孙河 原来你是为了娶夏阳 这么甜狗啊 咱 咱这事是不是 能说定了吧 好啊 就这么定了 我当年一时糊涂 对夏阳怀恨在心 对她施以报复 我现在还后悔 我还是觉得 这一千万给 刘梅丽有点贵 怎么不给我呢 我还以为 你有我就够了呢 叫你嘴欠 好了吧 夏阳 现在你是出于你而不染了吧 这新闻写的 那 是不是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好 那当然 不过在我们庆祝之前 我们是不是该喝一杯啊 哎 行 那我去买 不用了 我好像看见 你家有那个上好的佳酿了 不是 那个酒十年长了 有点过气了 不能喝了我再买一杯 这不是 我当年送给你那个酒 你还留着啊 这就是友情的象征啊 那今天必须得喝一杯 嗯 那必须的 哎 等等 来 你把这酒喝了 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一千万你可以顺利得到 这酒被我下毒了 这药我怎么喝呀 是 你是怕这酒有毒 还是说 这酒是为我准备 想送我一程啊 嗯 不会的 这酒怎么会有毒呢 没有没有没有 哦 那就没 那喝吧 哎呀 行了 实话说了吧 这酒有毒 啊 美丽 这个酒是我送给你的 难不成你是想说 我要毒死你啊 哎呦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想着当时这个酒 你送我的吗 我把这酒下了毒 然后给你退回去 你要不就退了 要不就送人 谁喝了就中毒了 那你 不就麻烦就大了吧 老公 我的人品 那么差吗 连我以前的朋友都心爱我 当然不是了 只是有些人 他心术不正啊 哎呀 好了 我承认这算我的不是 那这样 一千万你们不用给我了 但是我们合作的事情 还要继续下去啊 哎呀 都这样了 还要合作 不好吧 嗯 你们宋家 海城都面那块地 是不是马上要开发了 是啊 那怎么样呢 你们把开发权给我 就当是作为帮夏阳澄清的报酬了 真好意思 不是你心害我 搞得陈姐像你湿水一样 行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你不明白了 咱们利用这个毒酒把他送进去不就得了吗 干吗这么复杂呢 哎呀 警察罢了需要证据的吗 那我们直接给警察说送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好吗 省得他再翻盘了 你放心吧 他善润会这么害死你 我才不会轻易放过他 我一定要让他血本无归 你就看着好戏吧 宋少爷 我已经把您的最后好的都办好了 你俩啥情况啊 那个 你是嫌我开了工赛地啊 那 这 这 这 当然不是啦 你的手下办事又快又好 给我们这些蠢菜好多了 那 当然 也是因为你领导有房嘛 这句话听得算舒服 呃 他们签约了吗 对 我已经把东海港城的项目都已经发出去了 刘美丽已经劝说杨树云 投资咱们的一个项目了 现在 她把杨氏所有的资产全压在上面了 一旦失败 杨树云就会破产 刘美丽 会因为诈骗资金而进去 怎么样 这局玩得不错吧 嗯 但是如果最后她临时后悔怎么办啊 只要刘美丽啊还有一点点那么善意 她不会入过局 除非她跟以前一样 又贪婪又自私 她就为她自己的所思所为 而付出代价吧 我 不错嘛 我 我 刘美丽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你上海想要半分 那行吧 怎么了 可以啊你 你成功了 这刘美丽因为诈骗进去了 这杨树云呢 因为竞标失败全部破产了 哎我听说啊 这刘美丽啊 因为高利贷 基本上差不多 叹了三年 我嫂就料到了呀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她一定尽量不少啊 白氏 对啊 其实快递早就给了白家 也是多亏了你 白夜也看见 刘美丽这么造仰你 污蔑你 她就答应 让宋氏来担任这次的白手套 我还以为 我没有回去认情 她还生气 怎么会呢 都说了 父母和子女都会比较丑 更何况 这么多年一致苦 寻找你的爷爷 谢谢你啊 苏贺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和白家 不会再有联系 其实你不用谢我 你要谢你自己 小杨 我知道 因为你杨母的关系 你一直很抗拒家庭 不过 你现在有了我 就这么疼爱你的爷爷 你可以放下以前 一切不安了 哦 对了 这是白爷爷亲自交给我的 他说 如果你原谅他了 你想回家了 就去参加 今天晚上举办的酒会 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只要你开心 你做什么都支持你 这次的酒会呢 就是一个小心聚会而已 上次大当旗鼓的举办任亲 你呀 一言不发 直接就跑掉了 爷爷呢 不易追究了 但是这次呢 邀请的可都是至亲和老友了 你得乖乖来 爷爷啊 不是白氏的孙女 大家都知道啊 何必再办一次呢 让你参加 都是为你日后打算 现在爷爷上去还在 主持你的事呢 都名正言慎的 等到你回白氏啊 无人直说话脚了 当然 你要是闲闷的话 也可以要求你的好友来参加呀 哦 莫不是魏谱先知 已经有人 要赴约了 事情总算传来落地 不用提心吊胆了 啊 我可听说了 你爷爷要帮你聚会 打算小范围地宣布你正为你的事 哎 咋没人告诉我呢 不真调到我的意见啊 大 你怎么知道的 受到邀请了啊 那你爷爷当然不会邀请我啊 他都给我爸妈发帖 哎呀 你说咱 连个受邀的司格都没有 也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 可怜可怜你像伙呢 那 小姐又大发慈悲 邀请小牛 来不来 来来来当然来啊 那谁敢不受夏小姐的约啊 我 我想求你个事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还有事求我 该不会是 和夏阳有关吧 这 这 这拿这个干什么 这不是你爸向我求婚的戒指吗 妈 我从小到大 想什么都自己争取 从来也没求我 没得是夏阳这个事情 我想 我想得到你的祝福 夏阳我是一定要去的 所以我希望你日后 也能够珍惜他 爱惜他 因为 我要跟他一辈子 你这孩子 既然如此 那我出席时会和夏阳表彩 你该满意了吧 谢谢妈 谢谢妈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什么 看来爷爷是真的死心塌地 也认回这个女的 那你去安排一下吧 来咱们各位朋友安静一下 下面有请我们的白老爷子 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哈 感谢各位来宾 在百忙之中 参加我白某人的聚会 这次聚会的目的 只有一个 事项大家正式宣布 我白氏孙女杨阳 认亲回归 希望各位将来 多多的照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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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就是 却想着少年 他以为好好活着 你别说话了 你别说话了 宋哥 宋哥 你等我 我马上来 家冬你干嘛 你放开我 宋哥 宋哥 夏总 你 你醒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白家的宴会 他开始了吗 宋和呢 把宋和救过来 我有事找他 夏总 宋少爷他 他已经 他已经 没死 去给我拿把刀 夏总 您别这样行吗 您这样我也很心痛啊 你心痛什么呀 我 算了算了 我跟你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你别拦着我 你别拦着我 别闹了 胡娜 你现在是白家大小姐 不要搞一些心情的事情好不好 我 给我好好养的 我白是个孙女 有的是人捧在手心里 你要有本事就查出来 谁要害你 为宋家的小事报仇 白一 过来 你来 哦 我来照顾姐姐吧 姐姐这个样子 我真的挺贪心的 这么多年 你们姐弟分开 你们在一起 多沟通一下 好 行不 这几天都是你的照顾 换我来吧 照顾我也需要跟姐姐 沟通沟通 那夏总 我就先出去了 有事您一定喊我 哎 不是 哦 说 不是 爹爹啊 要不你去休息会儿 姐姐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的 我的好姐姐 你可别动 你要出啥事 老爷子不得把我给宰了 老弟啊 那个 之前那个 宴会的事 对不起啊 哎呀 都是情节 小事 那就好 老弟啊 那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啊 姐姐你说 老弟 一不容辞 去给我拿点水果 还有一把刀 谢了 不是姐 你可别逗我了 你还在想自杀这事呢 我知道 你在想宋和 但是 他已经走了 你就老老实实待去吧 不是不是 我知道我怎么说 你都不会相信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有一把刀 啊 我跟你说 就是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很多次轮回什么 面具啊 还有什么杀手啊 巴拉巴拉巴拉 很多很多端了几把刀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的 你能说什么 我听不懂 OK 你不拿是吧 没事 我拿 我自己去 姐 你别发红了 我真服你 让开了我要去哪 哎呀你别发红了 你别回找他行吗 你打我 你打我 姐 对 对不起 我 我最怕被人激活了 没事 弟弟 不如 你就送我走吧 我要是死了 爷爷一半的财产都得给我 舍得呀 你在急我吗 嗯 是他你啊 你就那么想他吗 黑衣人 是你派来的吧 是你杀了宋和 你这说什么 我有这么蠢吗 啊 你说得对 我就是想伤他你 别过来 你就别躲了 像你这样的货子 我还瞧不上 但是我最怕别人 就是这样激我 你说得对 就是想伤你 原来 真是你杀了 从小我就是白家的独苗 白家的亿万资产 都是我的 等白老爷子死后 白家也就该分家了 但是就这么巧 在这个时候你出现了 还是我亲姐姐 要分做我一半财富 换做你 你会怎么做我的好姐姐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轮回了 不是 那 是我走了 那你怎么没活下去了 你怎么反应 你别说这句了 你死的时候就说这句 不许你死 哦 好了 好了 不说不说不说 我说过一直要保护你吧 你死的时候疼不疼 疼 疼死了 哦 好了 好了 别哭 再哭两句话了 等会儿我要个惊喜给你 来来来来 大家安静一下 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董事长 白老爷子 为大家讲几句 感谢各位来宾 在百忙之中 参加我白老人的聚会 这次聚会的目的 只有一个 想象大家正式宣布 我白氏家族 喜迎新贵 他就是我的孙女杨阳 日后盛盟各位多多照顾 来 我 是在这走的 我的晚会没有错 这可能就是爱一个人的样子吧 这俩孩子怎么回事 任期任期不来 你不就会又跑了 真你把我气死 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去追他们 我当时真的跟你说 我死了也让你好好活着 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是是是 那果然是我喜欢的方式 行够浪漫够毕业美学 那我到底是怎么走的 那我说你这个人啊 你怎么只关心你自己 从来不关心我啊 我可是为了你打毒药疼死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以我才挽回你嘛 因为我知道 你也最爱我的嘛 行了 别蠢了 怎么笑场呢 你不霸道女总裁吗 不独生小姐吗你 行了 不闹了 现在 我们马上要开启 复仇计划 那你告诉我 这人 这是谁 幕后黑手 是我的弟弟 白夜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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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救我 爷 姐姐 你还挺会接人的 这是我的私人医生 他会好好照顾你 这瓶毒药 可是慢性的进口毒药 如果掌握不好剂量 确实会让人立即死亡 并且很痛苦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一点痛苦的 对了 对了 爷爷 柴里面就是这个药 那个老不死的 我想让他什么时候死 他就得什么时候死 没养到 我有个那么狠毒的弟弟啊 不是姐姐 你宽慰思考一下 就知道我的感受 陈小姐 你放心 我会很能忍着 啊 嗯 嗯 你我操你干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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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爷 你给我等着 我回来 你一定少不了 认亲认亲不来 小心机会还跑 哎你这俩孩子的眼里 还有我这个爷爷吗 松河 你不是说好了 求婚的吗 对啊 不是说好了求婚的吗 害得我白白爷爷一顿打 你不要插嘴 哎 你呀 那就是个挂脑口 看不住自己这样的大小姐 只要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早把你弄到那个臭水沟里了 爷爷爷爷爷爷 你最好了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爷爷了 嗯 不生气了 哎 你呀 就会撒娇 好了 高五啊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真的不喜欢 你这个爷爷了 不是 爷爷啊 我要是跟您说 我有预知功能 您肯定不信啊 但是如果我说 我跑 是为了活下去 你信吗 这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知道您肯定不理解我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跑 是为了 要找到白家的一些 败类 败类 我好好的败家 怎么会有败类呢 别上风平浪静 但是内地里呀 有很多都是你不知道的 那你说呢 这败类是谁呀 你怎么那么看着你姐 姐姐你去哪了 爷爷都会被你气死了 这不 来找你帮忙了吗 嗯 老弟啊 你觉得你姐好啊 当然好呀 我的心里面一直有姐姐 而且爷爷他经常跟我提起你 说你特别爱吃鱼 所以爷爷经常就带你去钓鱼 就有一次吧 把鱼给你勾标了 这也成了爷爷一块心地 我现在好了 咱们一家子 团团 孙孙 你应该想着我给爷爷道个歉 他疼你还来不紧 生怕你受点委屈 是啊 所以我是不是 那你帮我想办法 对啊 姐姐 爷爷他特别爱喝农金 你去给他买个茶叶 他觉得会回到你呢 好 弟弟 我一定给姐爷准备最好茶叶 看来夏阳啊 是拿不到他的股份了 扑着管我要 我可不给他喽 所以 弟弟啊 我该怎么办啊 让我想想办法 对了 对了姐姐 爷爷他最爱喝农金了 你去给他买盒茶叶 他一定会遇到我 我的乖孙子 这么了解我呀 行了 那我给爷爷去买最好的茶叶 还有事就听 那姐你说 你为什么要给爷爷查一下赌赌 我没有 咱俩都是亲生的 你心里怎么想我还不知道呢 姐姐 这事情你可不要诬陷我啊 来 这个呢 是我从爷爷屋里来来的茶叶 喝喝喝 我不喝喝 我不喝喝 你别小子可以啊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让你茶叶 一箭双雕啊 既能送走爷爷 又能把我送进监狱 你胡说 这 对了对了 我挺理解你的 你说吧 你长这么大了对吧 突然间冒出我 万亿万家产呢 能不行动吗 要不这样 我就当没发生过 只不过有件事想请弟弟帮忙 娘 你说是心里帮忙 这个 你能干给我下毒 就是爷爷 今后下一个发现咱们才能走 你怎么回事 这不得 都得借 好吧 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 既然你手上有我的把柄 那这件事情咱们停交 停交 你个不孝子孙 简人敢毒害我 你个不孝子孙 简人敢毒害我 不是爷爷 是姐姐 他姐还爷爷 是姐姐 别装 小梦 没事 你 你敢碰我 你敢碰我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 还在维护你 哎 给他帮我关到地下室 爷爷 给我关他一辈子 爷 爷 你慢点啊 爷爷 爷爷 现在咱家这个败类铲除了 您之前吃的这个毒药啊 慢慢的调养 肯定会好起来的 这个你也错误啊 小杨啊 是爷爷错了 爷爷把分给白云的股份 我全给你 不要 爷爷 你只要不要再受伤害 不再说欺骗就可以了 我的怪事 那咱们该说说 你们俩的事了吧 我 在一起了 确定 不变了 确定不变了 看他表现喽 他的表现在我这里 过关了 爷爷 你 你别说你不是 怎么说不算数呢 呵呵呵呵 看不错 你这小子 做好事 还不留名 到现在 还藏着爷爷着 不跟杨阳说 什么东西啊 你瞒什么 这还没结婚呢 如此气管言了 他不说 我来说 这小子啊 听说你是白氏的孙女 就瞒着你 跑来见我 说他如果能说中下动 让你认亲 是否我能出面 认亲成功了 不论他父母怎么决定 都要认他 这个孙女婿 唉 他为了你啊 都想跟他父母翻脸了 夏阳初小 就不知人头望 夏家 吃好喝 养你这么一个白眼了啊 说到底啊 是我家叫吴芳 要不是你夏瑜说 我还不知道 才能这么一个东西 你赶紧给我分手 我会跟他分手 过 前提条件是 阿姨所说的话都属实 如果 阿姨所说的话有假 或者是对夏阳有总偏见 那我还是会取他 毕竟 要其他人是我 要选择跟他共度一生的人 也是我 爷爷今年可认可我们了 你这几脾气 怎么那么冷静啊 眼睛出去的话 这时候 男主应该给你结婚 宋少 您今天叫我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别再送手了 你和我和夏阳 都是在宫儿园认识的 你那会儿 还叫我哥呢 现在叫吧 有点儿不太合适了 你是不是喜欢夏阳啊 那就是喜欢了 不是 您别乱点鸳鸯谱啊 那你当年 没什么选择性下 喂 夏 夏阳吗 我 我是夏末 夏末 上次你给我写了信 我还没来得及看 就被杨木给撕了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你报考哪个学校啊 呃不是 我是想问你报哪一所学校 我们好不容易重新见面了 上一所大学吧 喂 夏末 我刚刚跟你说个好消息 你猜我在学校见到谁了 喂 夏末 真的是你啊 我是宋和 我以为你 在我们离开过学院之后 你就不认识等我们了 喂 你在干嘛 喂 夏末 夏末 过了 是啊 当初为什么要想想夏呢 喂 是我 小萝卜头 你在那边 你姓的万万吗 最近怎么样了 你现在叫什么名字呀 我 我还好 我现在叫夏阳了 新夏呀 那下次孤儿愿意转名字的时候 那我就 新夏好了 嗯 这是我这些年 记录夏阳的爱好 嗯 这是我这些年 那这 我跟夏阳 可能没有结婚了 无论你以后 所谓男朋友也好 所谓特助也好 也用得上 不不不 谁我不能要啊 不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 现在还有什么阻碍吗 是我 配不上的 对你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拿着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到底在顾虑什么 喂 你醒了吗 这你怎么那么难约啊 你在外面不会有小女孩了吧 没有 消息什么呀 这份公司涮太多了 我赶不回去 胡说 我知道你今天下午休息 哎 今天下午 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你要不想去的话 我们去吃你最爱吃的那家菜 怎么样 哎呀 女生主动约男生 你这多不坚持啊 你要跟别人男生约会 你要等别人主动约 你知道吗 你胡说什么呢嘛 你是别人吗 我不管 今晚六点 不见不散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 不是兴高采烈出局约会去了吗 怎么还哭了 爸 说我这个人太大爷了 我再也不敢念头他了 夏拇 是不是宋侯那小子欺负夏阳了 我就知道 那老宋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爸当年就粗粗跟我作对 冷嘲热讽 他说我老婆娶的不好 他说我老婆娶的不好 真话说的倒没有错 哎呀 这在什么时候了 你还向着他家说话 说吧 为什么哭呀 呃 这个可不关我的事 宋少爷不知道怎么了 说和夏总不合适 还POA我 说我和夏总合适 让我去跟夏总去约会 你 这不神经病吗 那那那夏默 你这边什么意思 啊 呃 我我对夏总 我 孙伯就是个神经病 你说 我和夏本是关系 多铁的哥们是不是 嗯 这不是我有点鸳鸯 我这不是说有吗 该不会 他出轨了吧 宋侯 你有本事藏女人 没本事开门 左头巫柜 哇 您确定 这是您家吗 我是他老婆 我自己也家不可以啊 哇这太刺激了 我跟你打八折 我一块你们打起来 我得保路 说和 狗混蛋 开门 开门 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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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和 收和 收和 前段时间不好好的吗 怎么才几天就搞成这个样子 该不是吸毒了吧 我们下家可不要毒虫啊 是的 是气关衰竭 你还在查 放心他一个人在家 就把他借来了 真是作孽呀 你爸当年我就是婚姻不顺 你可不要走我的老路啊 你怎么回事 孙河 你醒了 你应该听你爸爸的话 就算叔叔再怎么满油 他也不想你 嫁给一个废物 谁装你这小废物 你才不是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 我那是才做遗传 我信你的鬼 这个不会是轮回的后遗症吧 你这么聪明 一定也猜到 是出反常必有药 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 幸好 你没有被影响到 你说我没有被影响到 什么 你被影响到了 你想到哪儿 你哪儿不舒服 你怎么不早说呀 如果影响了我的判断 我很爱你 你会儿 我跟你说 对 我真正如何 你哪儿呀 我真正如何 可以 你这些人 你这一位 我不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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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 我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是 我不要你跪下 这辈子都是我归你 宋和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是再把我 推给别人的话 这辈子 我就不理你了 杨阳 我小时候 被骗 被怪 到了孤儿院的时候 只有你 只有你来安慰我 但我身体 出现问题之后 我后悔 我后悔我自己 为什么死产难打地 找你复合 从我刚刚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 杨阳 你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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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看吗 真好看 你喜欢吗 嗯 你喜欢就好 来 我刚才看见你 摄那几套都挺好看的 不如都买了吧 送我的老婆 必须买买买 我不心疼 什么 还没定妆呢 我还不算是送坦坦 怎么 后悔了 后悔来不及了 这辈子 就注定做我的宋太太吧 孙何 我现在好幸福 就像是一场梦 你说 这不会是轮回 假的 哎呀 傻瓜 看来我还迎娶的是一位 幸福小傻子 叔叔 您这是 哦 你这些日子呀 走的态度冷淡 杨阳他心里也不好受 他或是挂在你们那些 河影呢 他让我摘了 哦 我都不知道 他有挂掌片的奇怪 哦 他一清早 那个夏末就约他去那个什么 什么摩天文 哎呀 你们年轻的哪儿啊 搞不懂 八成呀 是领着杨阳 散心去了 哦 那那真是太好了 那他没有说 什么时候回来吗 夏阳 哎呀 这年轻人哪 这晚上不回家 那不是正常吗 什么 不 不回家 正常 喂 喂 谁呀 什么 杨阳出事了 现在就在摆着 好好好 我现在赶快过来赶紧过来 你说 这颜色行吗 蓝色会不会太沉了 宋少 这已经是咱们今天换过的第四个颜色了 您是不是紧张了 哎 像这种单身狗 怎么会懂得我们这种有仪式感的焦虑 也不知道谁前两天要死要活的啊 还是蓝色吧 我是他药 嗯 嗯 很明 这是爸爸送你的订婚礼物 哎 什么时候杨阳这么大了 都谈婚论嫁喽 希望我们杨阳 所有的苦都吃完了 剩下的日子 都甜甜美美的 嗯 哎哎 这花摆的不对啊 摆到里面去 那个酒 先别放 要放新酒 气里 这味道不对 今天啊 咱们这个宴会 虽然是不公开 但也请了关系好的媒体 让人家调好肚子啊 听到吗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你是白家的佣人吗 哦 回夫人 我是白家外屏的天真士 啊 白家重要的场合 都是我亲自操的蛋糕 啊 宋少跟夏学姐都认识我的 哦 是这样啊 待会啊 你帮忙 照顾一下现场的茶点好不好 哎 好好好 哎 梁晨 明乐室 吉日 接良缘 你们今天订了婚 那就是两个家庭 成为一家人 要相敬相爱 有伤勇量 携手 共度啊 哈哈哈哈 我当这位家长导致 我和夏学姐订了婚 我和夏学姐订了婚 我一定一辈子爱她 一个姐都在好 只有我儿媳 我会叫一个 好儿媳的 哈哈哈哈 嗯 嗯 变文宋少和夏小姐 全有一段校园恋情 如今喜结良缘 恭喜恭喜呀 这是我们之间小命 以后呢 再分享给大家 恭喜宋少宋夫人 这次看似是二月欢喜 实则是三个集团的同喜 怕是起你地雷 都能听见鞭炮声吧 哦 正常做到她交的好 我稍后 向各大媒体 对报一下 我们之间的恋爱 细节 这个故事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们 我们先让二位新人 来切个蛋糕怎么样 好 来 今天 换了甜点诗呢 什么 那不是老爷 你常用那个 pnvp你干嘛 他说愿意是你的原因啊 那是呀 嗯 左右 都有 摄筹 前逅 小姐 您行行啊 到了 任亲礼就要开始了 您别睡了 你刚才说什么 任亲礼 今天几号啊 小姐您别不认啊 您不是都答应下董了吗 要出席任亲礼 我知道 您是不想见宋 我 不对不对 时间线不对 居然回到最初点 宋和也没有跟我一起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在这儿 不认人亲 宋少爷 我们夏总不想见您 您怎么不请自来呀 您下车行吗 怎么 你 敢把车看着我呀 宋和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我们离婚了 你别逗我了 我知道你才生气 那都是被我爸妈逼的 再给我此机会吗 最起码 你不要拉黑我了呀 啊 这是什么瓜呀 我怎么没吃过呀 你也是啊 动不动的把我倒在门外 干嘛不让我俩见面了 这次轮回只有我记得发生的事 宋和都忘了 宋和 你还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啊 做完分手之后我就没停止我爱你 那我们符合吧 我也爱你 这么快 下小姐 下小姐 都声明这次回来调查 不用您去回答一下 下小姐 下小姐 下小姐请您回答一下 下小姐 下小姐 这什么瓜 宋朝出场 对啊 怎么会这样 各位 今天呢是白氏的任期离世 从今日起 我就是白氏的孙女 同时呢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我也是宋氏集团宋和的女 我哪呢就认识 你不想 哎 胡闹这么多人的场合 你就这么口无知了 你和宋家那小子 什么时候谈的脸啊 有什么时候准备对外公布 师父知道 宋家早就有自己因的儿媳 你 你这像什么样呢 您就别生气了 我这话不都说出去了吗 这些报道你不要看 过两天就没了 我这么多年 苦心经营 你的形象 全都毁了 那 宋家怎么说 我亲自给宋家父母打了电话 我告诉他们 这事 是我安排的 我认识这个女婿 你满意了吧 爸爸 所以 你是说 你大梦一场 我们之间发生了许多事 我在这醒来的时候 我就怕 又失去你 所以我就冲动宣布了 什么 那是冲动说的 不是真心的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愿不愿和我再起 我们分手的时候 我不都已经说了吗 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啊 不过 你那天不顾一切的 要相信我妈的安排 就直接申布你是我女朋友 我 我真的是 你真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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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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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喜欢了 你怎么这么好 谁有 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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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怎么回到这里了 宋和 宋和 宋和在哪儿 哎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是需要预约的 您是来找谁的 哦 我要找 地区的夏夫人 我是她女儿 怎么没有赵琪的名字 找到你名字了吗 不好意思 你帮我直接登记一下吧 嗯 喂夏末 宋和呢 小姐 你还知道接我电话呢 你在哪儿呢呀 你怎么能一言不发的从认亲现场跑了呀 夏董和白老爷子都要把我给杀了 我在阳墓这儿 宋和呢 让他接电话 什么 宋和 宋家少爷吗 他今天根本没有来认亲现场啊 什么 没有宋和 对呀 您不是早跟他分手了吗 此后你们之间再无交集了呀 他不是都出国很多年了吗 不对 宋和直接跟我没关系了 怎么回事 是疼的 这不是梦 可是为什么只有我自己经历呢 我宋和为什么会在 夏阳 看来你终于还是失去大量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终于还是失去宋和了 我早就说过你回答报应 那你的报应就是现在 你这辈子别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宋和在哪吗 他在哪 他在哪 把我解放我就告诉你 不 这边你是小心 不能解开他 快 摁住他摁住他 实在不好意思 这位病人情绪经常失控 有安全隐患 还望谅解 没事没事 我知道他的气息不稳定 晓杨 你知不知道当年的人生是我痛苦做的 送不送不太不要你 你跟从无二元里养不着的养骨 你凭什么得到的钱 这事我知道了 你就在这里好好养病吧 只可惜 你生病了 又能参加 不然白家的认清理 我一定要信你 白家这么有钱 我一分都会给你好好难受吧 难受 到底是我难受还是你难受 当年终于让我一句话 我就像是你父母的不爱你 你听到后面说的话 他会永远爱你呢 他会永远爱你呢 哈哈哈哈 终于你还是谢谢他 他没给你一块吧 小羊 这就是我说的报应 报应啊小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夏总 夏总 我们到了 宋家 你是来带我回宋家的 宋盒呢 是他乱来接我的 啊 今天不是宋少爷订婚宴吗 咱们不是都收到请柬了吗 太好了 我知道了 是回到订婚那天 哎哎 怎么了下总 哈哈 怎么了夏总 赵晴 不是 他怎么合送合在一起啊 您认识赵小姐 那不对啊 你应该跟赵小姐 是第一次相视才 哎呦 这不是夏氏集团的千金 夏阳嘛 哦 人家啊 没想到我发帖子 你还真来了啊 幸亏你当年你养母的提醒 你和宋和呀 是门不当户不对 宋和现在啊 已经有了良人 早点松手吧 哎呦 你也太客气了 还装送了份子啊 妈 宋和 夏阳 你怎么来了 当年分手说话说这么久 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 一定是宋和的记忆 停留在我们分手的时候 他不记得后面的事 不对呀 我们不是一起死的吗 宋和 这位是 赵琴啊 咱俩都熟了不能再熟了 你搞啥搞 什么 我们认识 她是我前女友 我去解释 前女友 什么情况啊 突然跑到欧丁会议案 你什么情况啊 他之前怎么对我的你忘了 还有啊 他在外面 五六个男的 三四的 你都忘了啊 好香香 小阳 什么形成变成这样 误别他人 你 你 夏阳 我警告你 离我未婚夫远一点 我知道你们之前谈过 但她现在是我的人 不管你是白事还是什么关系 我也不是那么好久的 你别误会了 我是不会跟她跑进中原了 今天 是我和你有电关宴 夏小姐 请问您今天到老宋时定婚宴 是对宋少就行为了吗 夏小姐 您是执意挑衅赵家家访吗 赵小姐出国留学时 与宋少定下终身大事 您是否对此怀恨在心 不行 不能是这样的结局 一定有什么办法 证明我和宋和的关系 宋和 看这个 这不是我父母的订婚件吗 怎么会在你这 想起来了 夏阳 这枚戒指怎么在你这儿啊 宋和订婚前 我找了很久 想给赵秦代 我可没给他 啊 其实 这枚戒指 是我刚才在 楼底下的门口捡到的 我想这枚戒指 应该是从赵太太的包里 掉出来了 现在正好 物归原主了 请您收好 不是 来来来 记者朋友们 这个就是我要你们报道的细节 也是我们宋家呀 对赵小姐的诚意 来来来 请啊 嗯 这是宋和给我的 这证明我们之间的 你为了赵秦推我 开什么玩笑啊 哎 哎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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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逗我呢 你一脚踹开我的房门 你问我怎么在这 怎么只有我的呢 宋和呢 又许阳 你不是喜欢我吗你 照片呢 你收藏我的照片呢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 但是收藏照片 那也太变态了 那 那之前 你和那些 尾随我的变态 哎 小妹妹 跟着她走吧 那玩一玩 你走吧 干嘛 你没事吧 谢谢你啊 你没事就好 对啊 当年学校周围的几个小混混 看你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对你图抹不轨 然后我跟踪他们 就在人脏俱祸的时候 我给他们揍了 怎么回事 那 宋和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是不是 这么多年你喜欢我 观察我 也关注他对不对 不是你怎么对他 还是念念不忘 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渣男 渣男 对啊 你能够忘了吗 这些事情在大学 成了沸沸痒痒 你怎么对他 还是念念不忘呀 好好 我本来不想接你上班 但是你非要我说是吧 刘美丽你还记得吗 当初刘美丽去勾引宋和 没想到宋和那混蛋 居然真的就被勾引了 夏洋 夏洋每次给你补习你都迟到 我告诉你就是我 是你啊 怎么 看到是我你不高兴啊 每天都帮着给夏洋补习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你给我补补呗 属我家补吧 也不是不想 那事情怎么会不是这样 我虽然喜欢你 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我也只是默默地关注你的新闻消息 但是但是我现在已经进入到白色努力工作了 你就不要再惦记那个混蛋了 你看看我好不好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夏 夏总 怎么了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回白老爷家呀 白老爷家 我还没有回到白家吗 你确定 这有什么确不确定啊 咱们跟白石DNA都已经做了 天哪 老天爷开眼 那夏总 您决定了 咱们在认亲会上邀请谁了吗 邀请 送日送河 您确定邀请了吗 不是刚分手吗 不尴尬吗 发生了太多的事了 那他女朋友刘美丽咱们也邀请 啥 他女朋友 就是您的闺蜜刘美丽 整个海州 谁不知道刘美丽是最有名的捞女啊 她在上大学之前 就跟杨树云那帮地痞流氓 勾搭在一起了 您跟宋超一分手 她就 然耻 我说夏总 您不去认亲 您跑刘美丽待来干嘛呀 我要去找宋伦问个清楚 必须要在认亲之前 跟宋伦在一起 您在胡说什么呀 您三思了吗 杨树云 你还记得你捅过我一道吗 谁疼你了 你不要咚咬老子 老子都给人破产了 你先恩我 老子没听 你破产了 啥什么事啊 都是宋传来小子 为了你我们这辣进货 别搞我的 有病 走路 哟 夏阳啊 我们多久没见了 好久不见啊 宋和也在呢 不请我进去坐坐啊 不请我进去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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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为你 我认为你 刘小姐 我们刚才看到 您的前任 在楼下徘徊 我们已经把他赶走了 可能要报复您 您需要小心一点 杨树云吗 被我搞破产之后 神志不清 怎么 哪一套啊 大小姐 当初是你说要分手的 我整天续酒吃眠 要死要活的 是你 说这辈子不会再爱我的 就是的 当初要不是我在酒吧 把送活捡到 他早就喝死了 是我 陪涛过最难熬的时候 你别告诉我 你这么高傲的人 也玩那套死成烂打 球复合的把戏 自然不会了 我们夏总只是出于礼仪 想邀请刘小姐和宋先生 参加五白室认亲会 而已 没错 我今天就是来 死皮赖脸复合的 当然是我明上无知 一切都是我的错 苏和 重新开始可以吗 什么 后悔了 向阳 你也想当第三者是吗 你在叫我男朋友你知道吗 你做别人情妇这么多年 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算和我今天要定了 算和我今天要定了 莫外卖 谁点的下午茶 杨树元 你这个妖妇 个老子长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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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是我没事吧 我就说刚才太危险了 让你们小心一点 刚才在派出所 他还在那叫嚣呢 就是的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要是没有你在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不会像毒蛇吗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 你不是说 原来挽回我吗 不必了 你不会爱我了 人都是感性的动物 我真的瞧不起刘美丽 但是 在我最难的时光 是她陪着我挖过来的 就算我们再在一起也没用 你的脾气 我受不了 这不是坚定不已爱我的松河 哎 那久不得话 你这事的眼光太差了 你都不知道 她之前才害死我了 你还要好好 感情上这儿 可惜 你不是她 夏总 夏总 醒醒了 来 明天还得再硬一下活了 啊 我家的这种酒 就 哪儿啊 您刚才喝的是烈酒 咱们现在不是在白氏的认亲会上吗 您上次逃了 白老爷子又给您补办了一个 刚刚喝的酒确实挺烈的 等等 白氏崇拜认亲礼 那我和宋和的递婚 不以快了 那宋和呢 认亲礼 宋和是不是马上来了 宋少爷当然也会来了 他也在邀请您餐当中嘛 苏和 我们 终于在同一个时间点了 你还记得吧 老公 你们聊什么呢 夏小姐这么激动 哦 没什么 老同叫细静 可能夏小姐 怀念我们大学什么样吗 夏小姐 我知道你是我老公初恋 那么现在 我们孩子快要满月了 到时候满月节要请你来 遇到夏小姐一向五分呢 我要散开我 我们爱的宝宝 爱成一层宝 只有你是我的 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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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宋河 宋河 沧桑姐保佑 你没事吧 怎么哭了 你不知道 我一个人 在跟你心痛陌路的时间里 你论回了多久 是不爱你呢 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也不要再留我一个人了可以吗 那你告诉我 最近发生了 那所以说 你自己一个人 出现在轮回的世界里 还遇到了我们之前 怀疑过的所有对象 嗯 很奇怪啊 这些人怎么还能出现在我轮回里啊 那这个事情 就被我们想象中严重了 啥意思 我们之前思路错了 不是不是 思路是对的 但怀疑的对象错了 你想想看啊 我们一直在轮回 轮回回去之后 又看见过我们怀疑过的对象 但我们还是一直轮回 那就证明 我们没有找到新生 老天爷 到底谁呀 尽管欺骗吧 既然我们到了一个轮回点 我就不信那个人还不出现 究竟是什么 哎呀小姐 你们还不肯下车去白石认亲礼 宋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那难道 我不是一直在这儿吗 我们复合了呀 啊 对复合了 哦 那夏总您可得加快了 白石认亲礼 咱们不能出一点差池 忍亲 对啊 您忘了吗 怎么可能忘呢 我就是 我需要休息一下 有点累了啊 按照你刚刚说的 之前我们回忆的都不是凶手 难道会是夏默 很大可能 不过我也不确定 可是夏默在我身边这么多力 怎么可能是他 你想想 每次我们回 除了我们怀疑那些人之外 还有一个人 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夏总 您没事吧 怎么了 夏总 夏总 我们到了 你这么说 好像是 我们之前每次轮回 他确实一直都在 所以 杀手才会知道我们在哪儿 我才会怀疑 可是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怎么会呢 我当然也不相信 但是保持必要的敏感和警惕度是应该的 或许 或许什么 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小姐 您就记得怎么样了 啊 下车认亲啊 啊 我怎么觉得 小姐跟宋少爷眼里边 也不太对 感觉特别紧张 妈 我就是太累了 做累了 哈哈哈 走吧 嗯 现在的话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他会自动上钩的 放心吧 啊 哎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吵你们半天了 哦 夏总说 他今天被吓到了 他想 去楼上休息 那儿的床比较软一点 哎 夏总 您和宋少爷 真的和好了 对啊 我们和好了呀 我们 都快结婚了 是啊 我是漏了什么剧情呢 那既然宋少爷跟夏总和好了 那我就祝福你们了 夏总既然有宋少爷照顾 那我就先回去了 哦 哎 哎 你今天遇到杀手的时候 为什么好像 一点都不慌啊 大哥 我都经历多少次轮回了 还一进展呀 是啊 是啊 怎么说 你还是觉得是夏末 如果说最初怀疑 百分之五十的话 现在 能有个百分之八十 会上 你想想看啊 我们每次到达会场的时间 杀手都能够这么精准的 掌握到 嗯 能提供这么精准的时间跟地点 除了夏末还能有谁 如果真的是夏末的话 一定要解决掉他 不然 轮回结束不了 好 夏总 你今天是要回公司呢 还是要继续休息一下 好多了 哦 我今天要去准备婚礼的东西 那夏末 杨阳就交给你了 先走了 那夏总既然要结婚了 我得为夏总准备一份礼物才行 礼物啊 礼物就不用了 我不是嫌弃你啊 我是觉得咱们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把你当成亲哥哥了 那既然都当亲哥哥了 就更得给妹妹准备一份礼物了 什么呀 一个惊喜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当然了 这是我们从小一起生活的地方 我怎么会忘记啊 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 你等一下啊 你等一下啊 小不熊 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 我当然记得你一直喜欢这个小不熊 我还记得在孤儿院的时候没有什么玩具 这个呢 还是送和那时候送我的 这个小不熊 是我凭借我自己的记忆亲手做出来的 毕竟他已经绝场 谢谢你 那个时候我生病了 我记得我吃不下东西 但是我每天抱这个小不熊我就很开心 你还记得吗 当时院长嫌他脏 把他去洗了 但是这个 因为太旧了那些布全散了 我当然记得了 后来你被夏家挑走了 然后上了大学 继承夏家的公司 再然后 我把你带入了夏氏 我说了助理的事延后 最近没一个事让我省心的 夏阳 你觉得我能当助理吗 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一直让你做我的助理 委屈你了 不委屈啊 你再稳住他 我在场杀手 其实我挺好奇的 我这个人脾气很差 你怎么忍受得了啊 差吗 我没有这么觉得 快来快来 你先撑住去 所以我在想 你是不是挺不开心的 也挺讨厌我 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你疯了 你在说什么 夏阳 夏阳 杀你 你在胡说一些什么呀 我们俩一起长大 一起开心一起难过 我不明白 为什么 我想 我们之间应该是 有什么东西误会吧 误会 萧萧是你派的吧 我想过无数的人 经过这几次轮回我发现 这个人竟是无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俩一起长大的 你觉得你骗得过我吗 即算是这样 又能怎么样呢 你都忘了你对我做些什么了吗 夏阳啊 你每整天戴着一副面具 你不累吗 反正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让你留下去 好好想想 你对我做过一些什么 我对你做过些什么 我们俩一起在孤儿院的时候 互相帮助 我去了夏家里以后 我没办法带着你啊 但是我去了夏氏以后 我找到了你 你的生活你的工作 我哪一点也没有帮过你吗 哎 夏阳 你永远都是这样 你永远都像一个白莲花一样 你真是让我恶心小偷 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人啊 你就因为这些 要杀了我呀 你就因为这些 要杀了我呀 还记得这个小熊吗 你的所有美好回忆 都在这个小熊身上 但是这个小熊 承载了我所有丑陋 恶心的事情 我承认 当初我们在孤儿院 一起长大 确实是非常快乐 但是后来 我也承认我喜欢过你 后来一切全都变了 你太肆意妄为了 每一次 你想做的每一次 是都要找我 我都要去帮助你 哪怕只有我一次拒绝 你就要好到大哭 然后那个院长 就要来打我 说我欺负了你 你不光是肆意妄为 你还抢了我的位置 什么位置 当初夏家来挑人的时候 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他明明选中的是我 不是就因为你先来到孤儿院 你节足先登了 你见到了夏夫人 直接就过去抱了她 这让她误以为 你们两个人的缘分 早就已经注定了 不是这样子的 当时你生病了 我根本就不想去 是夏夫人把我给拉出去的 我不相信 这么多年我骗过你吗 还有工作的时候 我明明在宋氏待得好好的 可是你爸爸硬要把我拖过去 让我去伺候你 给你当牛做马 你是附加千金了 可是你有想过我怎么办吗 我告诉你这一切我受够了 我不想再受 今天 就让我结束这一切吧 没错 会场的刺客是我安排的 可信明明大让你逃了过去了 夏阳 你去死吧 宋和应该找到了吧 夏末 只要你现在回头 一切都来得及 抓住她 谁呀 该死了 人哪 放弃吧 你的凶手 被我们制止了 怎么可能啊 我隐藏这么好 怎么可能被发现呢 你觉得隐藏得很好 其实你早都被暴露了 你早就知道了 你就是为了那份保单是吗 没错 是想让你牵的那份保单 是想着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以后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我知道 太医会让人扭曲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太医会让你变成一个怪物 就是要那些 凭什么只有你能得到 我也想要啊 我暗示过刘美丽 我暗示过马仙阳和他们都失败了 他们都是废物 他们跟你有关 这一次我要亲自动手 你放了 只要能除掉你这一切 这都是我的了 夏阳都结束吧 夏阳都结束吧 啊 啊 夏沐 小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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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你快跑去报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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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还想英雄救美啊 夏沐你个疯子 啊 你快走 别管我 啊 你们谁也走呀 我一起做一顿亡病鸳鸯吧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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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啊 他 是我這輩子 在過三個月的房間 我才會當的心願 就是 你不能搞笑 他還以後 第一個月 也有我 你快下去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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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小哥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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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 你個大傻子 你知不知道 你都睡眠了一周了 嚇死我了 所以 你就一直在這輩子上 我以為 你會像之前一樣 突然消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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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做夢 我夢見了我重生了一次又一次 可是每次 你都在我身邊 你都在我身邊 啊 夏末 他被抓了 一切都結束了 啊 這麼痛 啊 我想的是 如果你 如果你 一直醒不來 我就去找你 別說我 好 你不要因為我做任何小時 如果你的話 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你 你 什麼 夏陽 你嫁給我吧 葛小姐什麼大嫂妹妹見過 就這個程度啊 那我嫁給你啊 小的美 我說乖孫女 你就別任性了 啊 以後你們 好好努力 我老頭子呢 也沒什麼期待的 就是啥時候 給我一個真身的抱抱 啊 啊 嗯 這枚戒指 是我親手上造的 她的內圈 刻著我倆名字 它裡面的文物 是我的輪迴的字數 從今往後 你永遠都是我的妻子 琼玄 你都是我的宋太太 誰喜歡 站著去吧 哦我我都都都要 想喝 願意嫁給我嗎 看在你還算有誠意的份上 我答應你嘍 未经许准备